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日灣區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四級颶風邁克爾登陸佛州 時速155英里 加州中期選舉10號公投拉開工房站 加州農業縣發起新加州獨立運動 美國會報告 中共宗教迫害 文革以來最嚴重 首先來關注 週三下午 邁克爾颶風以4級的規模登陸美國佛羅里達州 幾小時後才降為3級 聯邦官員稱 這是一場百年來最大颶風 截至美東時間晚8點 已傳出有1人死亡 美東時間週三下午1點40分左右 颶風邁克爾登陸巴拿馬城 最高風速每小時155英里 掀起的海浪可達14英尺 在這個區域 這是最激烈的颶風 如果我記得正確認識這個區域 這是最激烈的颶風 雖然佛州在週二已經下達了強制撤離令 但仍有部分居民未能及時逃離危險區域 由於一線救援人員無法在颶風過境時做出響應 佛州州長斯科特要求無法撤離的民眾立刻找到避難所 並準備了100萬加倫的水和150萬份食物 同時 他啟動了佛州鎮災基金 民眾可以捐款 除了海岸警衛隊 佛州還部署了7000警力配合應戰 總統川普在推文中說 佛州 我們和你們並肩作戰 海灣電力發言人羅杰斯表示 麥特爾過後 預計會有22萬5000戶居民斷電 直接受影響地區需要數週才能恢復 被保障安全 工作人員只有在風速降至每小時30英里後才能開始工作 麥特爾在佛州登陸 隨後還會向北過境喬治亞和南北卡羅來納州 喬治亞州長迪爾宣布 108的線進入州緊急狀態 但沒有發出強制撤離令 北卡州長突破也宣布66個線進入緊急狀態 預計在北卡中部部分地區降雨可達到7英寸 對於剛剛經歷過预風佛羅倫斯重創的卡羅來納 麥特爾的到來無疑是雪上加霜 杜特爾能源公司預計 麥特爾將在南北卡導致30至50萬例的斷電 新唐人記者李蘭綜合報導 來關心中期選舉的消息 今年11月大選 只在全加州範圍內實施的租金管制10號提案是最受關注的公投之一 周三 由租客保護團體發起的10號公投巴士之旅 抵達了硅谷盛河西進行造勢宣傳 而房東聯盟和地產開發商等團體則指出 嚴格租管只能加劇加州的住房危機 該巴士已經尋訪加州多個城市 如洛杉磯 奧克蘭 丘金山等地 所到之處為民眾宣傳10號提案 我們會坐在巴士 然後我們會坐在桑州 我們真的想確保很多的民眾們明白什麼是10號公投 也會選擇這個6月10號公投 10號提案的主要內容是推翻加州科斯塔霍金斯租房法案 強制所有出租屋 不論房型和屋齡 一律受租金管制 租金管控是指政府不依據市場變化 強制年租金的漲幅低於通貨膨脹率 10號提案的支持者們稱 該提案可以抑制租金上漲 保護租客權利 10號提案也遭到加州公寓業主協會組織等強烈反對 反對者稱租金價格是由市場決定 不應該受管制 10號提案只會讓房屋危機更糟 業主將會出售他們的房屋 導致房屋單位減少 反而造成房源不足 讓租金更加上漲 加州1995年通過的科斯塔霍金斯法 主要是保護房東在租戶搬出去後 提高房租市場價格的權利 以及禁止城市對1995年2月後建立的房屋進行租金管制或設置最高租金 10月6日選舉 10號提案能否獲得通過 民眾可以了解更多信息 投出自己寶貴的一票 新潭記者金亞蘭 于伟 盛和熙采訪報導 加州民主黨佔主導地位 政策越發的左傾 引發保守派選民的反感 近期 由加州東部農業縣發起的新加州獨立運動引發關注 發起者希望建立一個新的州政府 關注和維護當地中產階級的訴求 10月5日 6日連續兩晚 參與新加州獨立運動的各界人士 在南加州爾灣舉行第二次立憲會議 標誌著該運動又向前邁出一步 與近期推動獨立或拆分加州的公投形式不同 新加州運動基於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所賦予的古老權利 由公民向不同的地方縣的司法機構遞交申訴 表達政府沒有代表自己的合法權益的立場 運動發起人 主張將加州東部大片的內陸農業縣 以及聖地亞哥河城縣獨立出去 成立新加州 涵蓋目前加州的51個縣 總計1800萬人口 當前 加州民主黨在州府聯邦等立法層面都佔據絕對的優勢 與會人士指出 一黨獨大之下 實行高福利和大政府的監管 導致稅付 物價 房價高漲 中產階級利益被壓榨 與此同時庇護非法移民 社會治安不斷惡化 他們正在向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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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戰爭時期 西維吉尼亞州從維吉尼亞州成功獨立 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次成功分裂州的實例 一百多年過去了 新加州要想成功獨立也需要特殊的政治條件 發起人士指出 當前 加州和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 達到了1.3萬億美元 瀕臨關門 他們希望屆時把握機會 通過承諾分擔債務達成脫離協議 新唐記者南森素 張德輝 加州爾灣採訪報導 再來關注 特羅拉多州是全美第一批將大麻合法化的州 據統計 六年來 該州與大麻有關的交通傷亡 以及青少年吸食大麻的人數明顯上升 加州反獨聯盟灣區代表李尚民表示 科州大麻合法化惡果 值得加州人引以為戒 同時呼籲聯邦司法部採取行動 打擊大麻非法活動 丹佛郵報的這篇報導指 自從科羅拉多州2012年大麻合法化後 大麻商業化發展無孔不入 令人窒息 目前 科羅拉多州青少年比全美平均青少年使用大麻高出85% 而與大麻有關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增加了151% 現在調查發現 400家有牌照的大麻店 70%建議孕妇使用大麻來緩解孕土 日前 聯邦司法部科羅拉多州總檢察長Bob Troyer表示 由於這些影響 你會看到為什麼司法部 開始向有執照的大麻企業及其投資者進行刑事起訴了 畢竟 美國司法部是對公眾安全負責 以刑事檢控的方式去到檢控大麻商 縱使他們已經在一些州份被視為合法 報導還指 大麻合法化非但沒有抑制科州大麻黑市猖獗發展 反而成為古巴 中國和墨西哥複雜的國際販毒和洗錢經營場所 一個多月前 科羅拉多州民眾以RICO犯罪团禍法撞告大麻商 指大麻臭味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指數 贏得上訴 給美國大麻合法化的州的民眾提供了法律依據 因為這個Recruity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 Act 犯罪团伙法例是一個聯邦法例 所以是因為科羅拉多打贏官司的先例 所以美國各地民眾都可以循循這個途徑 用這個法例去告大麻商 信坦記者谷新月 邱金山採訪報導 接著來看今天的灣區簡訊 最近有地產網站根據統計資料 稱邱金山市是全美糞便之都 因為邱金山市去年有多達20899宗關於狗糞和人糞的投訴 平均每天就有57起市民投訴 成為全美名副其實的糞便之都 另外研究發現 一個社區的房價與糞便投訴宗數多寡並無關聯 研究指稱 邱金山市的糞便危機與遊民問題 一樣已成為社會問題 自2011年起開始惡化 儘管嘗試特別設立專責小組 也額外提供大量資金 但現實情況還在持續嚴重惡化 舊金山越灣聯合監管署10日宣布 因為交通中心糟糧裂縫而關閉的菲利盟街 在開通日期推遲到下週 預計在17日 但是交通中心的巴士站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開通 也許是幾週以後 造價22億美元的交通中心開業才一個月 9月25日就發現缸糧出現裂縫 臨近的菲利盟街被關閉 加州審計長宣布 加州又有一批7.7億美元的財務無人認領 這些錢財包括無人認領的銀行賬戶 未兑現的支票 還有股票 證券和銀行保險箱中的財務等 這些錢財因長期無人認領 已上交給州政府托管 加州政府敦促居民 如果有遺忘的錢財 盡快出面認領 有專門網站提供詳情 迄今為止 加州政府一共有93億美元無人認領的托管錢財 新唐記者馬進 宇偉綜合報導 美國老牌百貨公司希爾斯即將申請破產保護 希爾斯每年的運營費用超過了10億美元 但是連年銷售業績低迷 受亞馬遜等網路購物業者的衝擊 曾是美國最大零售商的希爾斯 今年銷售業績殘淡 最快在本週五申請破產保護 今年第二季度 希爾斯損失了5.08億美元 經營超過12個月的分店 銷售額也下降了3.9% 希爾斯股價下跌36% 現在只有37美分 而該股票在10年前交易價格超過100美元 新唐人記者李紫玉綜合報導 美國媒體揭秘 谷歌計畫推出審查版引擎 歡迎回來 互聯網巨頭谷歌為重返中國 秘密開展一個名為蜻蜓計畫的項目 配合中共過濾搜索結果 美國媒體9日披露 谷歌試圖在6到9個月內推出該項目 和此前聲明的內容背道而馳 是否有一個努力的項目 如果有什麼呢 是否有一個努力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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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正確實呢 我們並不接近 今年8月 美國媒體曝光谷歌蜻蜓計畫後 谷歌多名高管在不同場合表示 該計畫上處於早期探索階段 離正式推出還有很遠 但是美國新聞網站The Intercept 10月9日披露了一份 谷歌內部的會議記錄 谷歌搜索引擎負責人戈麥斯 對參與了蜻蜓計畫的員工說 他希望在6到9個月之內 或者更快就能推出審查版搜索引擎 戈麥斯稱 該項目非常重要 因為中國有龐大的10億潛在用戶 谷歌管理層已要求工程師加快開發 一旦中共批准 希望能迅速推出 你甚至在考慮建造工程師 可以使用一個全國的制度 去拒絕人權 您的意見 中國會在操作人權 操作人權 中國會在操作人權 學生抗議等搜索結果 並可能將用戶的搜索記錄 和其個人電話號碼綁定 中國會讓中國政府 調查和保護其民眾 以及發展其所謂的社會 所謂的社會資料 讓民眾可以任何數量 從旅行到學校 谷歌2017年秘密啟動了蜻蜓計畫 約有300名員工參與 對核心團隊以外的員工嚴格保密 直到媒體曝光後 一千多位谷歌員工致函公司高層 另有7名谷歌員工辭職 抗議谷歌缺乏道德責任和透明度 14個人權團體也致信谷歌說 中共是對互聯網審查和監視 最嚴重的政權之一 當局常常只憑網上言論 就逮捕或拘押維權人士和記者 呼籲谷歌恪守不作惡的企業原則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尼爾森認為 中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來影響美國輿論 而FBI局長福瑞則指出 中國影響著美國經濟的每個部門和每個州 尼爾森指出 對美國選舉安全存在兩種威脅 一是威脅選舉基礎設施 包括對選民登記名單 駭客入侵投票機等 二是影響輿論 而證據顯示 中共的威脅存在於後者 我認為中國在很多種方法 代表著最多的 最困難的 最長期的抑制性危機 它影響於我們的經濟 各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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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角度 所以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抑制性危機 路透社報導指 福瑞的話表明 中共對美國的安全威脅要大於俄羅斯 新達人記者李子玉綜合報導 美國會報告 中共宗教迫害文革以來最嚴重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10月10日發布了2018年度報告 國會議員認為 過去一年 中共對宗教信仰團體的鎮壓 是文革以來最嚴重的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發表年度報告 談到中國人權法治狀況 在去年的主要變化趨勢 包括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少數民族 進行前所未有鎮壓 共產黨對於政府社會和商業的控制大幅增加 以及越來越多利用技術作為壓制工具 報告還記錄 中共加劇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 恐嚇維權人士和律師 鎮壓言論自由等惡行 中國政府已經強烈了 全靈性的崩潰 在全靈性的信仰 從文革中的文革 報告談到中共繼續嚴酷打壓法輪功 並對他們施以騷擾任意拘留 起訴 虐待及酷刑 報告中還說 國際組織擔憂 法輪功學員器官被繼續用於器官移植 對於中共衛生官員聲稱 器官獲取系統也按國際標準進行改革 醫療專業人士和國際組織也提出質疑 理由是中國器官移植等待時間很短 以及移植數據存在差異 報告向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提出多項行動建議 包括把人權納入整體雙邊關係 向踐踏人權官員問責 以及把宗教自由作為外交優先等 上周美國副總統彭斯 針對美中關係發表重要演講 全面揭露中共對內鎮壓 對外滲透擴張的行徑 議員們相信 目前狀況已達轉折點 川普政府將會採取有效行動 新台人記者王凱迪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接著是今天的財經素描 週三 美債收益率再度走高 美股陷入恐慌 科技股領跌 納值重挫4.08% 標普跳水3.27% 至兩個月新低 導致暴跌超過800點 亞馬遜暴跌6.15% 單日市值蒸發超過500億美元 中概股大跌 阿里巴巴下跌5.8% 週三 十年期基準美債收益率最高觸及3.244% 接近七年最高位的3.261% 分析認為 經濟數據強勁 通脹跡象顯現 和本週巨量國債飆售 都提升了美債收益率 騰訊近期的連續下挫跌出多項歷史記錄 包括市值縮水規模全球最大 史上最長下跌趨勢等 騰訊週三收報286.4港元 比1月峰值時的475.72港元下跌38% 市值跌破2.8萬億港元 自1月峰值時大距縮水近1.8萬億港元 約合2296億美元 規模之距在今年全球股市中無人匹敵 騰訊已經跌出全球前十大上市科技公司的行列 秋天道 夜色斑斓 法國人用落葉來滑雪 秋天已經來臨 到了欣賞楓葉的時候 節目最後一起來看今天的新聞放輕鬆 岔子青紅的花地毯一望無際 當空拍機緩緩行進時 這些潑上不同顏色的樹木 就像一顆顆亮眼的寶石跳入眼簾 令人目不暇接 紅色 黃色 橘色 棕色 棕色 綠色和紫色 匯聚成一款舒緩 名利的交響樂 這是美國男子麥克法蘭 近日在猶他州奧德登山谷上空 拍攝的一段美麗影片 秋天帶來的樂趣也可以近距離親身體會到 法國南部的一處森林中 滿地土黃色的落葉已經乾枯 兩名男子等不及冬天的到來 穿上滑雪的全副形頭 藉著層層的落葉 搶先一個季節感受滑行的樂趣 準備好攝像機 一場疊開生面的落葉滑雪障礙賽 開始了 兩人一前一後在山坡上飛時 跳起又落下 瀟灑得很 但其中一人半路突然摔在樹上 擋卧在地 看上去有點糗 很可惜 枫葉國加拿大現在也是秋高氣爽的世界 周二 六名加拿大新公民別出心裁 決定在多倫多國家電視塔平台上宣誓入籍 這裡距離地面有1000多英尺 而且他們半個身子都懸在外面 這樣的入籍真的會讓人記一輩子啊 新唐人記者王語音綜合報導 今天的新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今天又請來 Pascal 見到現在的一個小廚 會見到現在的所有社會 解釋如出城 這一尺 是出城 消費的作品 曲 Sozial人 解釋如出城 否則 開箱 總結束 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